各位观众,心事台 今天在我隔壁的林sir Kino 您好,多谢您的时间 我介绍这个 我们已经说他挺健康 你知我的套餐一定不行 我应该要请教他 如何能有如此健康的身形 我想介绍Kino 就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的职业 就是Occupation Therapist 叫做职业治疗师 多谢你 坚劳 介绍一下什么是职业治疗 好 职业治疗其实由我毕业做现在工作 都被人问过很多次 因为职业这两个字 我想很多大众一听到就会想起工作 是否职业病 是否治疗职业病 或者帮一个人去工作 当然工作的范畴我们都包括 其实我们的职业治疗 我们所说的职业 其实是所有根据你的生活的角色 你每一天你会做的活动 都是你的职业 例如很简单一件事 我们的睡觉 我们的治理 日常我们都要洗澡 我们要打理自己 睡觉 这些都是你的职业 再深一点就是你的生活的范畴 我们基础上有四大生活范畴 包括你的工作 或者其实不一定是工作的 可能是你的有生产力的活动 还有第二就是包括你的人际关系 就是可能和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一些社交联系 社交生活 还有就是你的愚显 这件事很多人都忽略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想念工作 或者照顾家庭 自己的娱乐和愚显 其实是很忽略的 所以愚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还有就是一些家居管理 家务这些东西 例如一个小朋友 他的职业 当然如果他的角色是一个学生 他的职业固然就是 上学 温书 要考试 例如我们一个工作者 我们的职业 可能很多时间都在说我们的工作 Kinot 刚才说了原来有四大范畴 我们都说完了 发现现在做家务 就给了我们的工人姐姐做 我们真的愚显 如果有小朋友就照顾孩子 其实都是小朋友看着他玩 刚才说了两大范畴 我认识了多少人很多地方 例如读书坐在那儿读书 上班也坐在那儿打键盘 在工作中 假设我们对着很多人 我们手机旁边的朋友 都是翻写字楼 大部分 长时间工作 你这个工作如何介入他们 或者是什么时候 比如刚才所说 如果一个人 因为一些先天的疾病 或者是后天的疾病 例如可以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或者是情绪病 或者一个人可能中了风 一些身体上的疾病 就会影响一些所谓的功能表现 例如假设一个人 如果他幻想了一些情绪病 他可能动机动力 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压力的能力 都会下降 这也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 甚至处理不了工作上的压力 甚至与人的相处都会受影响 他不会有心情出街见人 于是职业治疗 我们就会采取不同的介入媒介 希望可以帮助他在他要做的事里 可以独立地做回 当中情绪科来说 我们的治疗的媒介 包括有一些社交心理的治疗 亦都会有一些自然的疗法 例如健身器工 去帮助他去调息自己的压力 那个紧张的心情 或者抑郁的心情 我们亦都会根据他 我们会分析他有些什么 去阻碍他去做他平时可以做的事 然后提供相关的治疗 如果一些身体上的疾病 我们亦都会有一些 比较我们的身体上的治疗 个别有些我们可能会去 批评一些辅助的工具 例如大家都见得多的 就是一些轮椅 甚至乎有些长者 如果因为一些疾病影响 他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亦都会做一些家居的改建 甚至乎批评一些辅助工具 让他可以独立处理自己日常的事务 我听到Gino刚才说 有些温度可能会帮助他 本来我不太方便 因为疾病令自己 已经不能够很往常地 做一些很自然的工作 包括坐得久便坐不了 即是腰骨痛 我看到刚才提到一件事 如果情绪有问题 都可能会与职业私事 老人可能在家中 可以帮助他做一些家居的调整 坐轮椅 我一想起这件事 我脑口出现了一个老人家 坐在轮椅上 手上有两条绳子 拉着两个厕所 拉着厕所棍左右左右 这是否一个职业治疗 其实我们所谓的活动或运动 都有不同的层次 有些活动 例如刚才你所说的那种活动 可能纯粹针对他的肩膀 和手关节的一些灵活程度 让他做一些基础的伸展 如果我们整合来说 我们可能要教导他做一些 可以自己都做的一些比较 可能复杂程度少少的运动 去提升他的能力